那这个老师上次我儿子跟吴老师去学伴奏 那他跟吴老师学的时候 带着这个问题学怎么样子伴奏 他问出点银行出来 这个误息比较差 没有学会 我就把这个问题接着带到这儿来 好多问题 大家一起来 他今天穿的也还没哭 你知我 你是谁 你知我 我的无数 你知我 我的无数 我只好久生 天的几分憔悴 处云吹 处云吹 你知到今夜的家床 如果你知我李里里秥 你叙心 Ele称 你瞎心情 祝我 一堆心 你知不得是山 你知到人生不悔 你知到江湖 可有我未能追 吹吹吹 吹吹 你知到人生不悔 容疾就万有以为 你江江湖 吹吹吹 那个 为什么当时选这个 让那个节奏给大家讨论 就是这个 不管对声乐 不管对当情来讲 都有很多 别看小短 都有很多空间可以去锻炼练习 这些技术 对吧 我现在这个时期 小伙议这个歌写的 全体比较平稳 没有空擦空擦这种来不封 对吧 第二呢 音乐的线条 也没有特别专利 这些戏剧的东西也没有 所以就给了钢琴 也给了声乐 有时间去写 大家可以注意一点 我今天也有点 就是特别的经养 就是 姐今天唱的时候 她能照顾点我 她能跟我飞个眼儿啥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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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打的烂天了 哈哈哈哈 我那儿 嘿 你飞那儿去 哈哈哈哈 刚才那个肠子弹了 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做到这个点儿 可不容易 这得说你对这个东西啊 已经很有数了 你才能撇出这个经历来 想去跟钢琴有个呼应 这个很不容易 声音中呢 她都有时间再去表演 因为她首先把音乐掌控了以后 她就有这个 比如说 有这个 space 她就去想这些东西了 慢慢的练 慢慢练 这个到底 所以说这个故事 我觉得你是实在的故事 大家可以想 感觉到 作品虽然很巧 人家唱得挺稳当的 是吧 就在一 挺 挺 挺 像穿着衣服挺精细的 这就行了 这咱就先达到第一步 的故事 不过太满意的地方 比咱们上课的时候 比咱们在我 你看在家里的时候 当然还有点紧张 对吧 紧张是谁都有的 也就我在这不紧张 我不紧张 我在别的地方 我也紧张 因为 人家跟大家很熟了吧 人家把我扔抬上去 穿上衣服套上 大灯一照 我也紧张 谁都紧张 紧张的表现是 气短的 就是那一路一路 一步一步教的 怎么呼吸怎么呼吸 那个就有点 乱了步了 所以有个地方 该换的不换的 该不换的 还有个地方 最大的地方 你看这个人紧张了 怎么办呢 他那空派 把他缩短 嗯 嗯 嗯 对吧 这个人在台上 台上很可怕 是一个是 台上没有动 就是非常好 就是这个包子 隔壁叫包子 就rest 非常可怕 你是没没 这个rest 不光说物理时间 不是说你停一秒 OK 停了 rest有时候得多点 有得少点 但是你又是你的rest 那你今天里面 你比方这个 可以了 就有点稍微往前 抢了一点点 OK 我就知道 你地方 稍有点紧张 真正 特别牛逼的人 他到台上 甚至他 他会告诉自己 我那比平时 平时遇到这rest的时候 得多停 嗯 因为你一上台了 你肯定就紧张了 那我就可以了 再压一下 再压一下 而且这些rest 是非常非常适合你 调整自己 内心紧张情绪的一个东西 你始终在唱 你有可能 越来越这样 是吧 你都遇到一个rest的时候 你这样 诶 一下子 我 我觉得挺好 OK 谢谢 谢谢